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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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活在爱的岛 手困在汹涌波涛 冲不出青老 我只有汗泪煎熬 我无处躲逃 绝处风声如难朝 寻不到解药 就让你喊笑八道 爱的到处入 我心最深处 淋漓到风追逐 你的不在乎 爱的到挥舞 夜色更模糊 翩翩光阴沾落 泪水遮住我夜幕 爱的到处入 我心最深处 淋漓到风追逐 你的不在乎 爱的到挥舞 夜色更模糊 渐渐红尘落尽 参见大王 大王 二位平身 谢大王 神医治好了王将军 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寡人全都满足 大王 这再贬阙神医乃是高士 不耗这些身外之物的 若是大王真的要赏赐 不如赏赐神医所专门研究 医理的地方 然后给他提供一些 以难杂症 再供给他所需要的草药和工具 这样一来啊 神医既能专心医理 也能负责楚国上下 神医意下如何 知我者夏姑娘也 如果大王能让我心无旁骛地去研究医术 那就是再好不过了 那就这么定了 另外 从今日起 楚国的太医术归神医掌管 谢大王 夏姑娘 魏将军告诉我 如若不是你的劝告 神医和王将军 很难和好如初啊 你做了那么大的贡献 寡人 该怎么赏赐你 大王客气了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还有一事 寡人很奇怪 你既是齐国的北宫娘娘 为何也来到楚国呢 这等丑事 让我如何气质啊 大王 您怎么忘了 末将曾经说过呀 末将曾经目睹 齐王的西宫娘娘和那守城官薛坤 私通在一起 末将告发 却险下 却险些被齐王杀我灭口 当时只有北宫娘娘仗义直言 替我说话 却因此 连累了北宫娘娘被贬为庶人 这一切 都是末将的罪过 哪里 这哪儿是你的错呀 这哪儿是你的错呀 根本就是那个齐王太混蛋 夏姑娘 安心在楚国住下 楚国虽然现在处于劣势 但是末期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我会让王将军处理此事的 另外 寡人会为 夏姑娘在宫中选一处好的住处 谢大王 夏姑娘 魏将军 谢谢夏姑娘 在楚王面前 为我说的好话 这以后我赛便去 再也不用偷偷摸摸地给人看病 也不用偷偷摸摸地去采药了 太感谢了 太感谢了 神医太客气了 举手之劳合足挂齿 这些都是神医应该得的 谢谢 这 只是 这 这是什么呀 神医 只是 你虽然医好了王将军的眼疾 但那齐国中离春的功夫 太过厉害 实在是无人能及 就算王将军 能够见无虚发 我还是担心 他的胜算不高啊 可惜了 神医你 原本涂在小剑上的毒药 解毒的方法 已经流传出去了 已经无法再构成威胁了 我以为多大的难事呢 我再研究出一个 毒一无二的毒药 别人解不了 只有我能解 制毒解毒 那是否赛免确的那首好戏啊 回头我配好了 给王一剑将军送去 这不就结了吗 若真能如此 那就太感谢神医了 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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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回去配药了 二位告辞 神医慢走 平日啊 本王都是在这城墙之上 看着娘娘出征 今日终于可以御驾亲征了 大王 臣还是要以死相劝 你要是有个闪失 老臣愧对先王啊 王兄三思啊 燕丞相 你看 这车 马 全都准备好了 箭在弦上 本王是非去不可 来来来 大王 你若执意要去 就从老臣的身上 踩他过去 燕丞相 真的是 忠君护主啊 嗯 父子 本王踩踏过去 燕丞相 林滋成就靠你了 弟儿 走 是 大王 大王啊 起家 大王 天吾 父子 他 真才我 小乔你听我说 我是你母亲 你的亲生母亲 胡说八道 休要乱我心神 你是齐国人 我是楚国人 你我注定是死敌 你你怎么可能 是我的母亲 我说的是真的 我真的是 你的亲生母亲 你娘 是不是叫彩芸 在镇场上 少说这么多废话 要打就打 我就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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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我的儿 我的儿 我杀了他 不是我 不是我 不是我杀了我的儿 干娘 忽然在呢 怎么了干娘 血 血 干娘 这哪里有血啊 没有血干娘 没有 干娘 没有 干娘 你还说不是因为我弟魔争了 我弟早被夏淫春给害死了 干娘 这不是你的错 也不是你杀的 不是你 我的儿还活着 我的儿还活着 不是我杀的 到 何事 娘娘 薛将军 楚军营外交战 是 应战 是 干娘 干娘 嗯 说 楚国也没多少兵力 突然来犯 是不是有诈 楚国军队上次几乎全军覆没 如今也就是苟延残喘 拼死一搏 顶多就是虚张声势 坤儿 我们只要稳住 静观其变即可 哦 干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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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什么呢 是不是你那熟人在里面 爹 这肉包子不是在牢里吗 怎么又出来了 小将军你真的有意思的 我一直在这里作者 这说明大王欺中我 怕你们这场仗打不赢 所以把我方出来了 骗子 欺商蛮下 你不是说大王欺中你吗 你打头阵吧 干娘 你是不是看上那白脸小将了 昆儿 你看 那孩子不错吧 小将军 饭可以乱吃 花不能乱讲呢 这打头阵不是随随便便 哪个就可以打的 王将军演技刚刚恢复 应该让王将军打头阵 让我们监视一下 什么叫做百步传扬 胆小鬼 你不敢就是不敢 哎呀 真不错 一表人才 风流提到 叶树临风 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真是少年英雄 听说过崇冠一怒为红颜 敢将你这上演 千里吹男的戏马 王将军万万不可打头阵 那 那我们飞机心思把他演进之后 难道要摆起来攻的 你 故事 这王将军的小剑 可是暗器 当然要在最适当的时候 再给敌人致命一击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 哪个决打头阵吗 我呀 看什么玩笑 我一个法师 我只适合远程诸公 我不三藏近距离格斗的 天皮疆 你别怪我干娘 是你先对不起我干娘的 我学坤 永远站在我干娘这边 说什么呢 昆儿 没有没有 干娘 我这就把那个白脸小将 给你抓回来 不用不用 我自己去 楚国小将 可敢上前与我一战 来 你这个怂抱 我让你去 你来干嘛 你这个臭道士不是我的对手 我不想跟你浪费时间 不 不好意思啊 马上进了 那个贫刀向来不尽女色 更别人说胆女人了 打扰了 这个两国交锋 你既然来阴瞻了 我就没有蓝女之分了 修乖平刀 手下不留情啊 你要害怕的话 最好带人心回去 要打就打 干嘛那么多废话 来 你们说 我可以带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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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你 不疼 还是不疼 老夫不发威 你都是饼毛啊 等一会儿 我就问你 你的手疼不疼了 小的什么叫做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啊 你打得我越重 我反弹回去的功力就越高 不处半个时辰 你的手就会刺痛难忍 村村断裂 废物 想不到这个丑娘娘还是这么厉害 幸好没有贸然应证 这就是传说中的钟离娘娘嘛 没想到这般英勇 看来这张仗很难赢啊 爹 我去 你来了 钟离娘娘 我娘说你是女中豪杰 见到你要尊称一声娘娘 你娘 你娘可好 很好 只是 算了吧娘娘 这里是战场 末将想向娘娘讨教 还望娘娘赐教 好说好说 真是个怪孩子 这样 娘 娘娘来教你 娘娘在地上 我在马上 胜之不武 还带娘娘等我下来 很好 你胜在速度 但失与莽撞 小强沉住气 找我的弱点 直接攻过来 皇娘许 你看那钟离春 似乎对咱们楚晓将军 有意思啊 没想到这个钟离春 竟然连这么一个小孩 都不放过 哈 哈 哈 � ju Grac 哈 都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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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 哈 很好 你爹娘真的把你教得很好 朱离娘娘 你 小强 再来 王将军 兵不厌诈 那朱离春既然对小将军感兴趣 必然不会伤害小将军 末将 有个良策 王将军兵行险招 但是胜算会很棒 王将军 这次与中离春交战 必要是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任何人都可以牺牲 魏将军有何良策 何止 王将军 何止 让 朱莉娘娘 你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快回楚国军队 快 保护娘娘 是 王将军 我儿没有对您不敬吧 楚小将军确实是年轻有为 也未曾对我不敬 可这 你这招是否太阴多了 你这是要我儿的命啊 我 楚将军此言诧异 你儿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楚将军要知道 战场无父子切勿以误战机 我们只不过是抓住了时机 进行有效的攻击罢了 昆儿 赶快收兵 此剑有毒 明镜收兵 保护娘娘撤退 是 明镜收兵 将军 这是为何 我们现在应该要乘胜追击 咱们人少 他们人多 况且我们伤了他们的主帅 势必军心愤怒 拼死抵抗 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固守城池 而不是为了杀人 听我的 现在撤兵 现在撤兵 回去休整两天 国侠 齐国 定会退兵 你是主将 我肯定听你的 可是这 汪将军 你有那毒箭在手 还怕他们不退兵吗 说的也是 那 咱们回城 回城 饮酒作乐 追什么追呀 多累呀 哎呀 还是将军智慧啊 王将军 不愧是我楚国第一神剑手啊 将军 此时不追的话 可是错过了大好机会 魏将军 你是对你找的神剑手 和神医所配的毒药 没有信心吗 自然不是 这我当然有信心 只是这机会 魏将军 你这是不相信 老臣的百步穿扬吗 将军多虑了 爹 刚刚他 战场上不可分心 我们回去再说 是 爹 魏将军 您的这位道长朋友 我们该如何处置啊 他倒也不是我的什么朋友 不过是我来楚国的路上 结交到一位道士 本来还以为他有点能耐 没想到 在钟离春的面前 居然如此不堪一气 是我被他蒙蔽了 魏将军 您真是用人朝前 不用人就朝后啊 我们楚国 是绝对不会在战场上 丢弃自己的将士和同僚的 收兵 我 姐姐 糟了 这次姐姐真的有大难了 难道我的法术遭消了 不对 这卫文斌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不管了 那不行 这功劳应该有我的一分 不行 要不跟我一起回楚国领功去 去楚国领功去 各位爱卿寡人甚是开心哪 今日到场的每一位寡人必须赏 而且是重重的赏 谢大王 落座落座 各位将军 今日一战大胜 没有辜负寡人对你们的期望 特别是我们的楚小强 在战场上是英勇无比 据说跟那个 钟离春 钟离春 还苦战了几个回合 可有此事啊 禀大王 确有此事 你看看 这就是我们大楚的希望 谢谢大王赞赏 多谢大王夸奖 小儿年纪还小 哪懂得什么带兵打仗啊 纯属巧合罢了 楚将军谦逊 我们楚国将来会人才辈出 来 寡人与各位共饮衣裳 总算到了 小黑兄 你回来啊 这马上要进城了 你不跟我一起 去共享荣华富贵了 也罢 这人 不 狗格有之 江湖一别 不知何日再见了 那我们 就此别锅了 楼上的兄弟 把门打开 你们的大功臣 回来了 你找谁啊 我找你老母 这修仙之人 口出恶意 遵念遵念 我老母不在 你回去吧 再见 我说错了 说错了 那你到底找谁啊 这高雁看人帝的东西 你看清楚了啊 我是你们的国师 是你们大王最新来的人 全能刀掌 快把门打开 原来是你啊 你个骗子 你竟然没死啊 你个小王八蛋 给你脸了是吗 你不说你是神仙吗 那你自己飞上来啊 你叫我给你开什么门啊 我打仗把法力用光了 没办法施展 你赶紧给我开门啊 哦 不好意思 我们的梯子都坏了 这可怎么办呀 城门也锁了 要等明天早上再开了 你要是再不想办法 等我法力恢复了 我让你们一个个 生不如死 有你们好看 那 我给你想想办法啊 就这个了 你上不上来 这什么东东 城大使者不拒小钱 小不忍 子乱大猛 不然你这冷宫心上 就没我什么事了 慢点 慢点 楚将军 寡人有一事不明 想问你一下 当时齐国节节败退 为什么我们不能乘胜追击呢 岂邹大王 我们楚国兵力不及齐国 臣以为固守城市为重 况且敌方那个钟离娘娘已经身重剧毒 必死无疑 等她暴毙之后 齐国必定撤兵 到那个时候 我们再商量后继 为时不晚 大王 此番剑伤中离春 王一剑将军的神剑功不可没 正上王将军 谢大王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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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大王 还有我来 我可是这次战役的起言风光啊 是谁在外边大声喧哗呢 给我赶出去 别坏了大王的雅兴 大王 跟我出去 走 大王 来 诸位爱情 我们再饮一伤 大王 你说你 让你摘个栗子 弄这么长时间 大王 这栗子呀 剥皮去刺还得烤 味道好的不得了 不得了 不得了 我看你是磨叽的不得了 那怎么还埋怨上栗子了呢 本王告诉你 周小丁 这就是你的问题 一人做事一人当 小丁做事 小丁呢 态度不错 烤好了吗 烤好了 快尝尝 还挺香 传令下去 原地休整一下 再出发 全员休息一会儿 不 鞭大王 娘娘被楚国神剑手 王一剑所伤 性命危在旦夕 这 娘娘受伤了 别休整了 现在就走 现在就走 大王赶紧上车 上什么车 备马 来人哪 赶紧备马 快 驾 驾 我刚想怎么样了 这是毒药 一时半会儿我也不知道如何治疗 王将军息怒 你稀怒有什么用 你敢跟我去想办法去 是是是 来 快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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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寡人来了 天皮笑 这是怎么了 娘娘 寡人 来晚了吗 娘娘你看 这是寡人 这是寡人在路上 给你摘的栗子 寡人给你剥 吃不下 吃不下 等娘娘好了再吃 这是 这是合物啊 我知道了 娘娘 是要给寡人立棍 娘娘何必多此一句 你的话在寡人这 那就是一言九鼎 寡人替你拔了它 不可 大王 娘娘种的是毒荐 此时拔出 定有性命之忧 毒荐 娘娘中毒了 那赶紧解毒 老臣该死 老臣不知道 娘娘究竟种的什么毒 所以不敢贸然进行配药 你们不都是老中医吗 老中医不就是配药的吗 那娘娘 这谁还把墨汁放这了 还打算挥毫泼墨 回禀大王 这不是墨汁 这是娘娘吐的血 亏你骗谁呢 你们家媳妇才是无贼呢 你们家媳妇才吐墨汁呢 你们家媳妇 大王 您带了这颗千年人参熬好了 先给娘娘服下吧 快给我 娘娘 这是寡人 从宫里特意带来的千年人参 特别深特别深的人 来 是我血困没用 没保护好我干娘 没工夫搭理你 自取灭亡吧 赶紧想办法 我愿意去四海八荒 找良医 医好我干娘 大王 这四海八荒确实有这么个人 上次写林自成之威的小神仙 国母娘娘的妹妹呀 小姨子 报 大王 有一位自称是您小姨子的女子 在门外求见 求什么求啊 赶紧见 是 娘娘 小姨子来了 娘娘有救了 见过姐夫 小姨子 姐姐 妹妹 你来了 小姨子娘娘不愧是神仙 说道就道 小姨子娘娘 赶快看看你姐姐 能不能先把她身上的毒箭去掉 没了 没了 太好了 小姨子娘娘 你姐姐是不是就算好了 姐姐身上的毒还需解药 解药呢 我身上并没有解药 空手来的 这么没有礼貌吗 那到人家串门 哪有空手来的呀 空手套白狼啊 我这 白狼没有 白痴有一堆 你随便挑一个带走吧 姐夫 多日不见 您的智商 还保持鸢鸯 你先听我说 要救姐姐 先要找到一个人 找谁 我去 文曲星 不是小姨 这都啥时候了 文曲星他就是耍嘴皮子的 他能救人吗 你懂什么 你赶紧上外边找太阳公公去吧 太阳公公是哪个公公 能救我干娘不 我让你上外边晒太阳去 你晒黑点就没人管你叫白痴了 那小姨子娘娘是神仙还是你是神仙 小姨子娘娘说文曲星可以救娘娘 那就可以 小姨子 你赶紧 赶紧去请文曲星 姐夫 我这起来是想告诉你 保护好姐姐 我用我师父留下的方法 先为姐姐续命 防止毒气攻心 来吧 这 这是何物啊 一二三四五六 姐夫 此乃七星续命灯 可为姐姐护命 灯在人在 灯灭人微 灯灯灭了 就无力回天了 姐夫 你一定要护好姐姐 护好这灯 不是 那万一刮风下雨 帐篷漏了 这灯不就灭了吗 这哪是什么续命灯啊 你这不是坑你姐姐的吗 姐夫 此乃续命灯 寻常风吹雨打 是打不灭的 你好好守着姐姐 我先去了 快去快回 传旨 在 派种兵 守护娘娘的大仗 是 姐姐 你可一定要挺住啊 娘娘 小姨子 去找闻取星了 闻取星来了 娘娘 就都好了 我没事 i know you 你会让我健康 入会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结在深深长 道不尽满冰霜气以为常 遍不明花心中一寸燕凉 责怪不满党 肩肠之上 我的衣裳 睡的衣服 晚在此中央 断角太窄 孤岛太长 景色与学校 乐乐的巴尔 我吻着前方 照美也忘了 无处花离别 结在深深长 作曲 李宗盛